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3月13号的股市 万德福 我是阿德 那今天我一开始 我特别放这样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很生气 可是你不能怪我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 如果你不同意这句话 就代表说你在股票市场 不想赢大钱 你看了现在两万点 两万点 大家 你从今天早上 每一个专家都跟你讲得很保守 对不对 不然就叫你骂一趟 神经啊 那个叫神经啊 那些专家不是 我们不可以骂别人 对吧 不能骂别人 其实你很奇怪 指数在创历史新高 就代表有很多领先股 他股价也在创历史新高 那你如果今天是在一万八一万九买的 你可能你的股票已经涨了一千点两千点 你叫人家卖一半 你叫人家把他卖掉 如果占上两万点你要买什么 买低的 买什么 买本一笔低的 买什么 买去年的财报 然后去年的财报 然后跟你讲一次 这个都没有涨你赶快买 股票市场赶快这样做 股票市场如果真的是这样做 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都赶快买 买红海的都赶快买 对不对 红海才一百多块 郭董要退休之前 说没有两百块不退休 对吧 连大股东连最大的股东 都可以跟你这样 明哲这样讲 我如果没有两百块 红海没有两百块我不退休 红海现在多少钱 一百二十一 能退休了没有 退休了退休了还去选总统 对不对 后来没选 我们不讲这个 所以你只输在两万点 你找不到股票的 你找不到股票的 然后叫你卖的 然后叫你买那个本一笔低的 用去年财报跟你讲 那个本一笔很低的 没有涨的 这些专家 莫名其妙嘛 不是莫名其妙吗 因为很多人如果真的真的 如果你的股票到现在有赚钱的 有的都赚很多了耶 轻轻拆拆有的人 有的人贪整个败了耶 对不对 如果有的人可能放一档股票 可能赚了赚了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的都有了耶 你叫人家卖掉 卖掉要买什么 买那个低档起来的 不是这样玩的吧 那这样我请问你 那永远都不要上两万 两万都不能上两万一 两万一都不能上两万二 为什么 你看到现在两万点 你看到接近两万点 你把一万九的卖掉了 那你看到一万九 你把以前的一万八卖掉了 那你看到一万八 你把以前的一万六卖掉了 你看到一万六 你把以前的一万四一万三一万二都卖掉了 你看到一万二 很多人告诉你要八千 结果你又空手 然后涨上去你又追 每一次就追上去 然后涨一点点就叫你卖 涨一点点就叫你卖 涨一点点就叫你卖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想想看前年 那时候一万二 你买很多股票 有的股票都涨了五倍 涨了六倍 涨了七倍 涨了八倍 你都卖光了 东老师早就卖光了 那现在叫你再重新买 那请何以看 所以在股票市场 这些专家真的不必了啦 你听这些专家真的不必了啦 你听这些专家有什么用 你不如来想一想 今天的大盘 不管它涨或跌 涨或跌 今天有没有股票涨 有啊 今天还是有股票涨啊 那今天有没有股票跌 还是有嘛 那你的股票如果继续涨 你干嘛要把它买一半 你的股票如果继续涨 你干嘛要把它卖掉 卖掉买什么 买不会涨的吗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啊 你的股票如果很强 你干嘛要把它卖掉 譬如说 很多人在讲说 利台 利台为什么要把它卖掉 你三十几块 四十几块 五十几块 六十几块买的 你干嘛要把它卖掉 用老师啊 我看报纸 就在写这个啊 这个是让你买股票的 不是让你卖股票的不是吗 如果要降息 你有害怕 不降息 你也怕 到底你在怕什么 你在怕指数 还是在怕消息 还是在怕股票 股票赚钱怕什么 龙老师啊 赔钱不怕啊 赚钱会怕 为什么会怕 因为我问好多人 很多人就说 老师我现在贪一百 说一百块买 他说一百万 我今天就想卖 我说你为什么想卖 真的老师不好嘛 他说不是啊 如果一百万喔 我没有卖掉 万一跌到九十 我说你的婚姻幸不幸福 我就问我的VIP啊 你的婚姻好不好 他说很好啊 我先生是一家 某一家企业的副总市长耶 当然好啊 你结婚了 快四十年了 很好好的很好 我说那你 为什么不把他离婚离掉 问我为什么 过得很好啊 万一明天不好咧 万一明天你的先生 对你不好咧 今天不赶快把他离掉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讲 一港股票帮你赚了一百万 你就要赶快把他卖掉 因为你怕明天 会剩下九十万可以赚 先生每天对你很好 你不赶快把他离掉 万一他明天对你不好咧 如果你感冒了 你先生忘了帮你买感冒药 或者是带你去看医生 你说啊不好 你本来一百分的 现在是九十九点九 离掉好不好 老师你不要开玩笑啦 股票跟人生一样吗 不然咧 所以说这些两万点这些老师 叫你卖股票的 叫你卖一半的 叫你把股票卖光光的 现在要叫你怎么样 你先生如果你跟你先生 跟你的太太 你的婚姻很美满 今天赶快离婚啊 不然先分居 不是啊 同样的道理要先分居一下 不然万一不好咧 万一不好咧 阿德老师 我的八字很好耶 我遇到的先生 我遇到的老婆 会跟我一辈子咧 现在对我很好 未来也会对我很好 对啊 帮你赚一百万 帮你赚两百万 帮你赚倍数的股票 你为什么要把它卖掉 然后再去找 你以为你还二十岁喔 你还以为你刚从学校毕业喔 还是大学生喔 对不对 猛男一回头 我原来几十年前 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对嘛 所以你的想法 一定要改变两万点 你有很多股票 赚了那么多 你干嘛要把它卖掉 所以现在两万点 叫你卖股票的这些人 真的话你都不要听 这些专家你都不要信 每天在股票市场 每天跟你拆那个指数 拆整个指数 那你干脆去庙林啊 去借他 来拨倍快 搞不好比他还准耶 对不对 你看现在在跌 你看现在大盘在跌 搞不好整个大盘又涨到两万点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在跌 对不对 他现在涨不多 搞不好收盘两万点 谁知道 东老师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一件事 股票在两万点 就代表很多股票在创历史新高 你历史新高 老师我买过 那多可惜啊 你买过多可惜啊 在股票市场就这么一群人 每个人都进场去买股票 就有一堆人 没有买股票 靠一张嘴 每天在告诉你说 这卖一趟 这里卖一趟 这个什么 价量啊 什么 背离啊 鬼扯干 一万八有没有价量背离过 一万七有没有价量背离过 一万五有没有价量背离过 每天也在价量背离 暴亮长黑赶快卖一趟 暴亮长黑赶快卖一趟 以前那个航运股 暴亮长黑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涨四十几倍 我老师我也不知道呢 以前我看那个航运股啊 我看到那个暴亮长黑 我就卖一趟 然后又追上去 卖一趟又追上去 卖一趟又追上去 后来那些老师都说成很好很好 本意底非常低 我就套到现在 老师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 你买两百多块 现在连一百块都不到 你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不是赚很多吗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听那些专家讲说 对对对对 赚很多啊 所以要报要报 拉回来要买 要加码拉回来要买 所以说你 我问你 你要信呼 你的婚姻为什么不幸福 老师阿那个公的婚姻 你怎么知道我 我先生早上喝酒了就打我 为什么他会打你 因为他不喝酒的时候对我很好啊 我只要遇到这种问题 我头很痛 为什么他不喝酒的时候对你很好 对阿他一喝酒就 就就就就会打我 可是他不喝酒的对我很好 他有没有常喝 有了常喝 阿我常打你有 你有受伤过 又有常受傷 你為什麼不離婚 沒有啊 他不喝酒的時候 真的都會跟我說對不起 你兩百塊的時候 你再買下去 八九塊的時候 大家正正的正人不博的 像我八七塊的時候 你再買下去 他反彈一下 反彈一天 他就說覺得還不錯 他對我很好 沒喝酒 結果又跌 從兩百多塊一直跌一直跌 就好像喝酒的 每天喝酒就打我 喝酒就打我 喝酒就打我 不喝酒 談一下 不喝酒 談一下 不喝酒 談一下 結果現在已經老了 我現在想要離開來不及了 對吧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想跟你說 你看這個你就看起來會貴笑 這個會貴笑 你會貴笑 會吧 入股就外資利盆 這是什麼大謀 會挺令 林德時代 可是同一個時間 汽車銷售量 年減兩成 全世界賣電動汽車賣最多 年減兩成 現在他說力庭 到底現在是否最低點到了 沒人知道 尤其你們說的 全你們說的 兩天賣到就算你的 大盤兩萬元 賣一趟 萬一震盪 我對 對 人家股票賣掉了 那繼續創高的還繼續創高 繼續創新高的還繼續創新高 賣了就賣了 要問阿老師怎麼辦 不然你就回來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阿老師你講得很準的 對不對 日元要急升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告訴你什麼 6月1日還訂輸贏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4月之前一般股票趕快買好 他漲上去震盪都不用怕 震盪都不用怕 為什麼震盪不用怕 因為你買低啊 你買低啊 你買低就對了 所以說很簡單啊 你買什麼 你比如說像這個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以前大家不是說 比特幣要垮掉了 因為他不是法幣嘛 大家都說一定垮掉垮掉垮掉 他市值全球第八啊 你貴金屬都還輸他耶 真金白銀都還輸那個虛的咧 虛擬貨幣就虛了嘛 真金白銀都還輸他耶 為什麼 我不知道啊 都七萬多啊 以後會不會八萬多 九萬多 我還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講現在的現況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在說 老師啊 不然你要買什麼 我就相信你了 不然買這個啦 這個訂單破百億啦 我說你啊 政府啊先抓幾個喝花酒的 再來說這個啦 AI不好 你要在說電 AI叫你賣一趟 然後你在追重電 不是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嗎 算力比以前的算力多一百倍多一千倍 需要用電量多一百倍多一千倍 結果你現在重電很好 很多老師都說重電很好 重電很好 第一個講重電的是誰 你都不知道耶 對吧 他們手上有沒有重電 你也不知道耶 每個人都跟你講 重電百億 百億 百億 百億只要五千分就好啦 千分幾十億 幾十億 幾十億 毛利多少 二十% 這幾億 幾億 幾億都給你股票 企業到幾百 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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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未來都要重電 都要重電 真的這樣喔 不怪人吃八百 我沒有說官員貪污喔 我沒有講這個 我都不怪人吃八百 人在成立的東西你不說 都見講講這種的 譬如說十四黨奧運概念股 民腔起掌 奧你的頭啦 四年差一次 夠股票真的會去 你看人像這種的 你看人這種的 這種的不真是厲害 這種不真是厲害 全世界的大頭 全世界上用的 都在賣 這不真是叫做主流 你不要 人家說大海 你就像人家說的 韓國瑜講的 喔我在跟你講大海 你要跟我講酸子 對不對 AI不真是大海 你不買大海 你再買酸子 對不對 所以你要買一定要買一檔什麼 完全鎖碼的 為什麼我還說完全鎖碼 因為我不需要再跟各位解釋啦 外面跟各位解釋啦 各位不用猜啦 阿德也不會給你講真的話啦 你就自己猜好了啦 我不能猜立台 九陽 還有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筹碼被特定人鎖住 我不能跟你講這個啦 我不能跟你講這個啦 因為阿德也不知道啦 那特定人如果鎖碼的 怎麼噴出來 如果噴出來的時候會怎樣 會怎樣 譬如說鎖碼 鋼砲的 手連續 整機一兩三四五六 還在噴 還在噴 對不對 還在噴 今天我的VIP 包括金工公司的 都來問 這支會再噴到當時 我說我不知道 你有買你就不要賣就對了 你有買的你就 不用再想了 反正你買就對了 你買就對了 為什麼我會跟你這樣講 如果你現在有一千萬 你需不需要 我就賺60% 我60%有夠 我絕對不夠 我永遠都不覺得60%夠 在股票市場60%不夠 為什麼60%不夠 因為道理很簡單 在股票市場 只要夠 稱之上名號的 在裡面玩的 現在做的以前 一次賺幾億了 那算了不起 現在在股票市場 稱之上名號的 一次都要幾十億再賺 對吧 以前我們做當衝的 譬如說以前做當衝的 一個月 要衝個十幾億 了不起 全台灣省排得上名號 現在一天就有人衝起十億了 你信不信 所以說你不要以 用以前的觀念一直講 啊跨了萬九怕死了 那兩萬你更怕 如果兩 改天兩萬一呢 怎麼辦 怎麼辦 你賣掉了怎麼辦 賣掉了他持續漲停板怎麼辦 所以說現在我就要講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選一檔 完全鎖碼的 對不對 是不是像鋼泡 像鋼泡一樣 連續咻咻咻咻咻咻咻 是不是六支 是不是賣掉 是不是像鎖碼這個小鋼泡一樣 這樣一噴出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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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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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來拿阿德的股票 真的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有漲一倍兩倍三倍四倍 不要說漲四倍啦 你手上的股票如果能翻倍的 你不用來拿阿德的股票 你的股票報老就好了 這阿德就良心的跟你建議 阿德只能講這樣 阿德不敢講說我的股票每一次都翻倍 可是如果你的股票 是十幾檔的那你也不要來拿拜託 因為對你也沒幫助 那你的股票如果有賺的有賠的但是就只有兩三檔 那想換的來我就歡迎你 我們來買這一檔叫完全索馬噴一波 那會不會像小鋼炮這樣 連續六支 我們不知道 我們希望他是這樣 好不好 來啦 歡迎要賺大錢的朋友 你電話一定要撥通我們驕傲一次吧 既就你在股票市場 要驕傲一次吧 不要人家拿五百你也拿五百人家 贏兩千你還在那邊 還在五百萬上下 不然就輸個一百多萬 他每天說怎麼辦怎麼辦 不需要這樣 指數不是重點 指數絕對不是你的重點 重點是你的股票會不會讓你在股票市場賺大錢 你要拼大的朋友 我歡迎你電話撥通我們驕傲這一次吧 進廣告 金龍憲瑞賀新村 168飛龍在天專案 金龍飛天讓你望一整年 發財專線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頂業投顧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 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新照顧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費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普 我戰無不勝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普 歡迎回到現場 很多人在問一件事請說 老師 這支高標 還會不會再漲 後事怎麼樣 我就沒賣啊 對吧 我給你的時候一定買得到嘛 對吧 沒錯吧 我就沒有賣嘛 那你就問我的後事怎麼樣 我怎麼回答 至少 比如說我戀愛了 我結婚了 我的老婆對我很好 那就持續下去啊 她對我很好 我只能講到這裡啊 對不對 為什麼這些索馬的股票這麼強 我也不能講什麼原因啦 也不用猜啦 對吧 就像今天很多人在吹噓她 她有九陽 那我們也不吹噓這個啦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情啦 你買得到的時候買 現在如果你有九陽的話 那你就繼續報 不用聽別人在吹噓說 九陽他賺多少 對吧 我給各位看這一檔股票 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了啦 這個我們就不需要再說了啦 如果你有500萬 巧思恩你有500萬 賺520萬夠了吧 夠了吧 那就繼續放啊 就繼續放啊 就繼續放啊 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給你的時候買得到 你今天不買 譬如是1月16號不買 你可以1月17號買 1月17號你不買 你可以1月18號買 你可以連續三天都可以買 對吧 那現在如果你有500萬賺個500多萬 你覺得很多嗎 我說覺得不多 因為在股票市場 你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你千萬不要看到 已經漲上去的你會害怕 就像你已經結婚了 你的另一半對你很好 絕對不應該說 你的另一半對你很好 如果突然有一天他會對你不好的話 就把他離婚 不可能 好的就是會好 對吧 好的就是會好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種觀念 所以在2萬點的時候叫你賣股票的 2萬點找不到股票的這些專家 你都不要欣賺他 你要跟阿德買 對不對 像你說連續發動以後會連續跳空的 一波漲停板 給你看啦 有沒有連續漲停 有沒有連續漲停 等一下有時間再說了 所以 我跟你說啦 我們在講的 不像 就像立台一樣啦 我不是在講1隻2隻漲停板而已啦 我要是要跟你講 你要跟阿德 我們要拼很多很多很多的漲停板 這在股票市場對你才有幫助嘛 所以你今天想要拼大錢的朋友 你不要去相信別人 什麼指數2萬點先賣一趟 你股票賣到 你今天你要換什麼股票 你要換什麼股票 所以歡迎要拼大錢的朋友 要拼大錢 因為老師我現在就有翻倍的股票 那你不用來拿 你把你的翻倍的股票抱好就好了 你不用來參考阿德的 老師那我手上有1 20檔股票 那你也不要來拿 因為阿德沒辦法幫你 阿德能幫的就是說 你要跟阿德的想法一樣的 要拼大錢的朋友 對吧 你電話撥通 讓我們驕傲一次吧 好不好 進廣告 金龍縣瑞賀新春 168飛龍在天專案 金龍飛天讓你忘一整年 發財專線 028511-3366 028511-3366 頂頁投雇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 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頁投雇 全心照顧 028511-3366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職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普 我戰無不勝功能 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福 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13號的股市 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精彩 很多人都說為什麼 非常的精彩 因為現在在2萬點附近 在做震盪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怕 很多專家就告訴你說 有賺的先賣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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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賣什麼 如果我問嘛 很多人在吃飯就說 老師再來要賣什麼 你不要賣啊 為什麼要賣 股票不是有賣有賣有賣 賺了就要賣嘛 對嘛 2萬點是代表什麼意思 2萬點就是創歷史新高 2萬點代表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是只有 所有的股票全部都漲 還是只有部分的股票漲 老是哪有可憐 全部的股票都要漲 對嘛 所以說有一些領頭羊在漲 對吧 有些股票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你賣掉你要買什麼 買那個在底部的 買那個底部沒人過 你去買那些那些最便宜啊 所以說這股票市場 其實很奇怪啊 很多人都喜歡去什麼 去拿過去 什麼叫過去 現階段現在3月 很多人拿去年的聯報說 這支盆益比很低你買 你買 為什麼你要叫他買盆益比很低的 因為他沒記 所以你不會賺錢 所以你股票市場法 你看看別人在賺 別人在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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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你拿著 你拿著 別人在賺錢 別人在賺錢 只要你賺 你賺 你賺 你有什麼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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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啦 我打這支股票 很多人會痛啊 這支股票現在多少 四百八十九塊盤 我說老師你只要去銷 四十八塊夠啦 那結果咧 有沒有人買兩百多塊的 有啊 有人買兩百多塊的 所以你要忍痛把他砍掉啊 說老師現在不能砍了啦 萬一我一賣掉他彈上去咧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啊 一個真實的故事 以前元大有承銷這一檔股票 對不對 承銷多少一百八十幾塊 他砍掉的輸了一兩億 他為什麼要砍 如果不砍呢 如果不砍的話 現階段的 不要說承銷的啦 搞不好連他們經濟部的總經理 王先生啊 王總經理都要被砍掉 你相不相信 那承銷只要一百八十幾嘛 那砍掉的時候輸一兩億嘛 因為承銷嘛 可能是包銷嘛 我們不知道嘛 反正他公告的時候是不是砍掉了 認賠嘛 他如果不認賠咧 現在剩下多少 輸了一百四十幾塊 算一百三好不好 算一百三好不好 你不要說承銷部門的人要砍頭 就連經濟部門的現在的總經理 比如說元大金控的總經理 現在證券部的總經理 王總經理 對吧 王毅民 王先生 你是不是原來連總經理都沒辦法幹 對不對 那代表是什麼 很簡單啊 如果你把陽明當作你的情人 對吧 他每天加暴你 每天加暴你 每天打你 喝酒就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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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師 如果他沒有打我的時候 他沒有喝酒的時候 他也不會打我 他也對我很好 他談一下 沒喝酒就談一下 喝酒就打你 送醫院 送急診 送醫院 送急診 送醫院 送急診 沒辦法啊 那老師我已經老了 我十幾歲就等這個啊 現在我已經四五十歲了 我現在出去沒人要了 是嗎 是這樣嗎 如果把他當作一個情人 你年紀輕輕十幾歲 跟著他 他兩百幾塊 本益比最低啊 他說本益比好低喔 非常低喔 那你為什麼 在低的時候你會買 因為那些專家都告訴你 他本益比非常低 可以買啊 可以買啊 你買了 然後你就跟他結婚了 你跟陽明結婚了 如果他姓王叫王陽明好不好 你跟男神結婚了 他喝酒就打你 喝酒就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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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四十幾歲了 怎麼辦 你愛他的時候二十幾歲 現在四十幾歲 他喝醉酒就打你 他喝酒就打你 因為老師他沒有喝酒的時候 對我也很好 對吧 那那些專家現在在哪裡 那些專家現在在哪裡 現在那些專家又跟你講說 航運股有機會上來 航運股有機會上來 是不是都跟你說這個 對吧 都跟你講這個嘛 所以你兩萬點賣一趟是對的 兩萬點賣一趟是對的 那我請問你 那你為什麼他叫你一萬兩千多點也賣一趟 一萬三千多點也賣一趟 一萬四也賣一趟 一萬五也賣一趟 一萬六也賣一趟 一萬七也賣一趟 一萬八也賣一趟 一萬九也賣一趟 老實說你講得不會累 事實上是這樣啊 那你的股票咧 你的長輩的股票咧 他說賣光啦 賣光啦 對你好的你都賣光了 留下的都是對每天會家暴你的 這樣阿德怎麼救你 對不對 你至少說你那一檔股票 至少你沒有人愛的時候 別人愛阿 對不對 你要找一支股票說 啊你就不愛了 但是別人愛了 別人就喜歡啦 你不喜歡別人喜歡啦 永遠老師 是隔壁的老王喜歡 那不是嘛 一定要總經理喜歡嘛 對不對 要當那個四個字的總經理喜歡嘛 這個是不是當四個字的 總經理很喜歡 一直買一直買 那這種股票 就有人照顧啊 所以股票市場很簡單啊 你想想想什麼 不用想太多啊 你如果加進去 你得到什麼 就得到這種股票啊 阿德給你的啊 到今天你覺得呢 不錯啊 不錯啊 很棒啊 老師你又沒有給我最低的 我沒辦法 神在做的 我沒辦法給你最低的 可是阿德給你買得到的 阿德給你買得到的 今天3月13號 狂賀一波漲停板 再亮燈收工 昨天也收工 我們直接看今天的 看 可以買得到嗎 可以買得到嗎 可以啊 老師啊 又不是買最低的 你要買最低的 你去找別人 你要買得到 然後有漲停板的 才是你的啦 你要買最低的 你去找別人 對吧 阿德給你的是什麼 大錢 你如果真的想拼大錢的 那你就來 你想拼大錢的 你來跟阿德 他是不是一波漲停板 是不是新的 是不是人家 有可能鎖馬的 完全鎖馬的 完全鎖馬的 你不要猜 所以我要給你的 就是這一種的嘛 發動後 像連續 一波漲停板 有沒有 咻咻咻咻 連刷一支 兩支 三支連刷射 有沒有 一波漲停板 可不可以買得到 可以啊 可以買得到啊 我說你在股票市場 永遠不要胡輸啊 老師我錢就 什麼叫做錢就 你50萬就可以買5票 你500萬也可以買5票 你50億也可以買5票 什麼叫做錢就 只要能買 就有機會 只要能買 就是你的權利 只要能買 就想要贏大的 你拿50萬 別人拿50萬 你拿10萬 人家也拿10萬啊 你成交的就是10萬 就是10萬 成交50萬 就是50萬 你成交500萬 就是500萬 我請問你500萬 我算5萬好不好 不要 不要 如果要的話 那你就不要來 你那股票市場 500萬 要照顧5萬 算什麼 連阿德都看不起你 真的 你有老師 我有退休金 我有1000萬 我要買500萬 可以嗎 可以 可是我要賺5萬 可不可以 不要 那你不要進來 你千萬不要入股市 500萬是為了賺5萬 老師啊 你的股票就只有 三次漲停板而已啊 那你為什麼要賣 你把它報好啊 今天 哎呦老師啊 今天大盤在震盪啊 我的股票漲停板 我的股票漲停板 所以你為什麼 我要叫你加阿德的QR Code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你在股票市場 你要買得到 才賺得到 可以吧 那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股票漲停板 你一天到晚 都在預設立場 一天到晚 都在預設立場 你每一天都在預設立場 我請問各位啦 你聽那些老師 阿波都在講那個技術線型 每天在跟你畫條線 然後你當一條線 你就不敢跨過去 永遠都死在那條線上面 對吧 你每天都在有一條線 你心中都有一條線 每一天都說 到了線 自己自動躺下去 好像在玩遊戲 看得到跑跑跑 看到線 你有沒有去參加那個半馬 阿德參加過半馬 沒有參加過全馬 跑跑跑 看到終點了 自己躺下去 可以嗎 你挑戰半馬 不能挑戰全馬嗎 跑跑跑跑 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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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所以跟著阿德不吃虧啦 阿德跟你講 譬如說 現在很多人都在講這次四字頭到九字頭的 每個人都說有嘛 好你們都說有沒關係嘛 阿德就是不開 阿你都說有嗎 阿你都說有嗎 阿有的人 買得到嗎 要買得到嗎 我給你是銅板架嘛 我給你的時候是銅板架 要一千嗎 勇老師不用阿 一張一千元的 那找成九張一百的 要一百嗎 不用 八十不用 七十不用 六十不用 五十不用 五十不用 你五十塊可以買一個便當嗎 不用阿你來買這一檔股票 阿可不可以買得到 可以阿 你十六號可以買 十七號也可以買 十八號也可以買阿 你想買你就買阿 對不對 你想買就買阿 你想買就買阿 今天這樣 你說你要拿五百萬進來 賺多少 老實在賺很多 我假設啦 我說假如 假如你有五百萬 假如你跟著阿德一起買 四十幾塊買 好啦 那你就你能買幾張 你能買一百零七張對不對 零頭不算啦 好啦你就賺到今天啦 那你賺五百二十五萬多 對不對 假如嘛 那你趕快把它賣掉 趕快把它賣掉 因為爆量會長黑 爆量會長黑 爆量會長黑 如果它長兩倍 如果它長三倍 勇老師你說長兩倍就長兩倍 我不知道 我說十六號可以買 十七號可不可以買 可以嗎 十七號 你沒有買 十八號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啊 重點不是在你幾號買 是重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買 你如果有買 那它就是你的 不用吹牛 不用講 四字頭 現在八字頭 快要九字頭 需要吹牛嗎 我知道很多老師 現在會拿這檔股票出來吹牛 為什麼 因為它馬上要被分盤交易 先吹一吹 然後說這檔股票是他講的 你為什麼不說這檔股票你有買 如果你今天跟阿德講說 你這支股票我有買 四字頭我有買 那你今天不用來拿這檔股票 真的不用來拿 為什麼要來拿 因為你都賺一倍了 你幹嘛要來拿阿德的股票 不用嘛 你有買了 你有買四字頭的 你有買四字頭的嗎 來這裡是不是四字頭 這裡是不是四字頭 16號可不可以買 17號可不可以買 18號可不可以買 都四字頭 好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真的有四字頭的這一檔股票 這支股票有人顧嗎 沒有人顧會去這樣我不相信 那你今天就不用來拿阿德的股票 老師你的股票怎麼會像這樣 我不知道 我自己說你如果願意相信阿德 那你就來 電話都不用打 一塊錢都省了 就直接加進去 那你就知道這檔股票是什麼了 是不是阿德告訴你的 還有 阿德的股票不是只有一檔 這檔剛才講過了對不對 每個人都知道這檔是什麼 這檔有人顧嗎 這檔也有人顧 這檔又顧最疼 你們都不介意沒關係 人家一直顧 而且他們都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你們可以查 他們是不是一直買 連續三次漲停板 因為老師我三次漲停板可不可以賣 不能 如果你有拿到阿德的一波漲停板 來 在這裡給你們看 發動後像連續的一波漲停板 這支這樣 連續噴的連續噴的 一支兩支三支連續噴的 而且是市場最強的 對不對 什麼市場最強的 今天開盤就跳空漲停 有市場最強嗎 有市場最強 老師你又不是叫我買最低的 你為什麼不叫我這一天買 我16號給你 17號可以買 18號可以買 19號你也可以買 19號好像星期天 我忘記了 反正不管 對吧 你有沒有連續三支漲停板 這才是真的阿 這才是你的未來阿 你要有新的未來 你要有新的未來 一定要買在什麼 買得到的地方 買不到都要吹什麼扭 對啊如果買不到都吹什麼扭 對吧 阿你如果想賺更大的阿你來 你說老師我這支我有買 有買你就不會來拿信 因為已經連續三支漲停板 而且人家已經 我猜的啦齁已經鎖馬了 人家已經鎖馬了 人家鎖馬才會一波漲停板 直接跳空 人家鎖馬的股票才會一架 就跳空 對不對 而且三天的時間讓你買 你不買 那你今天要追 不要追 如果你有 你不要來拿新的 你問我老師阿 我沒有 沒有你可以來拿 你可以來拿 沒有一定要來拿 因為他發動後會像連續跳空一樣 因為他發動後會像連續跳空一樣 像像這支這樣 連續跳空 對不對 因為我不要跟你講 我猜的啦齁 有人 我猜的 阿你要不要 如果你要那你就來拿 讓自己驕傲一次 對不對 你在看電視 你也要讓自己驕傲一次啊 對吧 像這個 索馬小鋼炮 老師阿 這我已經知道了啦 你想想看 你拿五百萬 你現在有多少錢 你問老師阿 我這支我可以拿嗎 我可以拿你新的嗎 不行 你這支繼續驕傲就好了 因為我給你的時候 一定買得到 一定買得到 你問老師阿 我有意義呢 那可以可以 如果你有意義 可以來拿新的 你問老師阿 如果我有股票喔 我有 一億阿 可是我買了二三十檔 那你也不用來拿 因為我要給你是完全索馬 噴一波 你說像索馬小鋼炮 連續咻咻咻咻咻咻 六支喔 六支喔 六支 漲停板 這種的喔 發動後 像連續跳空 一波漲停板 這要連續三支喔 三支喔 今天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這兩支都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講 要像立台一樣 我不是在跟你說一支兩支漲停板 我絕對不是在跟你講 一支兩支漲停板 然後跟你吹噓喔 而是我要跟你講 你要跟阿德拼 很多很多很多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歡迎你要賺大錢的朋友 你電話給我 打電話進來 讓我們驕傲一次 就像你驕傲你的先生一樣 你先生如果要當醫生 如果要當工程師 當那個 上市櫃公司的主管 或者甚至是上市公司的 你不能說今天覺得他很好 晚上睡覺 假裝說要拿他離婚 你懂阿德的意思嗎 好股票就好股票 不要再兩萬點的時候 就把它丟掉 那阿德要給你的就是這種 完全索馬噴一波 你如果要賺 你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 你如果賺電話給我 不要緊 QRQ在這裡 你打電話給我 真廣告 金龍憲瑞賀新春 168飛龍在天專案 金龍飛天讓你望一整年 發財專線 028511-3366 028511-3366 頂業投顧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 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 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新照顧 028511-3366 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職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普 我戰無不勝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 歡迎我到現場 很多人家說 剛才有留言說 老師啊 你最低估的 你的AI標股 也快要漲停板 我不要說 重點你要有 只參考的話 跟阿德互動 然後看到股票 就在那邊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沒有用 對不對 然後打那個訊息在裡面 哇 老師你好厲害喔 那一支股票快漲停了 有用啊 沒有用啊 因為你沒有買啊 你要你就要行動 對不對 阿德跟你講的不是一支兩支漲停板的問題 你如果說要在股票一支兩支漲停板 去到兩萬點嘛 對不對 我很多老師都這樣看 今天就一輪的比較強 不然你再堆下去啊 你再堆下去啊 對不對 追進去啊 然後看到震盪沒辦法砍出來啊 你也可以算一支兩支 一支兩支啊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這樣做啊 這樣做也可以啊 跟其他的專家一樣啊 把兩萬點啊 看到兩萬點要賣一趟 看到兩萬點要賣一趟 然後再去找 去找 每次都找 每次都找 找到有一天你就找到最高了 因為以前的航運股也是這樣啊 我就這樣一點 我就這樣一點 每天就跟人家講 航運股有多好 航運股有多好 貨櫃有多好 說到要說散裝有多好 說到說 所有的只要二六類的你都白 結果你就追到最高了 對吧 所以你說李翁老師 你在講AI不是一樣 我又沒有跟你講AI 我從來不跟你講AI 因為電視上人家在講AI 包括人家在講矽光子 我都不想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講錯了 我只給你對的東西 我只給你會長的東西 我只要你要拼大錢的朋友 來 你如果要拼大錢的 你QR口你就拿下去 這樣就對了 你如果要拼大錢的朋友 你電話也可以通通 讓自己驕傲一次啦 因為我常常在講 譬如說 我剛才給你解釋 索馬 像小鋼泡的這支 我們已經去六十幾趴 像我跟你說 買得到你不買 買得到你不買 可以幾天買你不買 結果去六十幾趴你這麼問 六支掌天板你這麼問 對不對 這樣就沒意思了 這樣就沒意思了 如果你有的 其實你也不用來拿新的 對不對 李翁老師我都有了 那不用來拿 李翁老師我有一億呢 我那個才買一半 那你可以拿 對吧 完全索馬噴一波 要不要 要拼大錢的朋友 歡迎你 電話撥通 驕傲一次吧 我們明天見 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